20年前在厦门古浪雨,第一次品尝北京红星二锅头长期居住在上海,上海人对穿,贵白酒情有独钟,但是近年来,上海人喝北京红星二锅头酒的人也多了起来,上次几个朋友聚会,有人问我喝什么酒,我不假思索地回答,就喝北京正宗的红星二锅头,真的,我对红星二锅头印象很不错,因为我对这个酒有记忆,有记忆的东西总是很难从生活里抹去。 想起来了,20年前,大概是1998年的夏天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一批编辑记者去福建厦门暑期旅游,我也随行其中,古浪雨真是别有一般情趣,寺庙,屋舍,街道,曾经的老洋房,特别是日光年上的风景,流连旺坊啊,那个年代喝酒的机会很多,我虽然有点酒量,但一般也不敢喝酒,怕喝酒误事,弄得不好还会招致麻烦,酒后胡言乱语, 更会造成几度误解,曲解乃至苦痛,可是,毕竟在厦门古浪雨上,性情中人,高兴起来酒喝呗,谁怕谁啊,记得那个晚上喝的酒,就是北京红星二锅头,记得那个时候,有人对喝二锅头心声质疑,好像二锅头有点吐气。 我说正宗的红星二锅头陪伴了几代北京爷们,只要是好酒,总是与情怀联在一起,由于我的坚持,那个晚上,我到底喝掉几瓶小瓶装的红星二锅头,我也记不得了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红星二锅头,所谓的酒过三巡,太过五味。 我很喜欢喝这种酒的微醺状态,不当务事,这是我与红星二锅头酒的第一次缘分。 1880年的厦门古浪雨日光颜,老厦门黑白影像,1880年古浪雨日光颜,中国是个粮食大国,也是产纯粮酒的大国,天时碧力近战,从千百年前,中国人就尝到了粮食酒的甜与烈,感受到了属于白酒的肆意豪迈与白转柔情,是的,无论是微醺朦胧,还是大醉一场, 属于中国酒之韵之味,就在那份无可替代的肆意不羁中,那看似快要被淹没遗忘的古老文化,其实依旧沉淀在这个民族的血脉里,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白酒用的是纯固态发酵酿造法,各类粮食原料经过发酵,糖化,制曲,蒸馏,缠酿,以及勾兑调调味等步骤,最后形成加酿,由于原料,酒区,以及制作工艺的不同,白酒通常拥有各自独特的香气口感,酱香,浓香, 清香为三大主要香型,当然,近年来也出现了煎香,董香,芋香,凤香,芝麻香,齿香等多种香型,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赤壁,曾感叹有客无酒,有酒无瑶,烈白风星,如此凉烈和,对于好酒人来说,那份够近,各位的白酒滋味实在很令人怀念,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讨,各地的酒也喝过不少,但心里还是总想着红星二锅头的味, 7月7日机会来了,深圳卫视组织一个节目策划会,我参会后,就想着去参观一下北京前门大街上的红星, 原生号酒文化博物馆,这里其实就是二锅头走的发祥之地, 恰巧,我的老友中外酒业杂志的主编度李沈仲武先生也在北京, 于是就与仲武兄一起造访原生号博物馆,北京前门大街, 类似于上海南京路,寸土寸金之地,红星原生号博物馆坐落在前门大街的中心商业区, 位于前门大街99号原杨石殿街40号,清康熙19年公元1680年, 原生号酒房的酿酒技师赵存仁,赵存李,赵存毅三兄弟为纯净烧酒质量, 进行了工艺改革,研究出了掐头去尾曲中间的酿酒工艺, 于是二锅头酒自此诞生,这里是中国第一瓶二锅头酒的诞生地, 也是北京红星二锅头酒的发源地,红星二锅头酒的创始人赵存仁,赵存毅, 赵存李三兄弟地处北京前门的原生号博物馆正门大多数白酒的名称, 或来源于产地名,例如茅台,粉酒,或与原料有关,例如大区,五粮业等, 而红星二锅头这个名称却是与酿酒工艺有关, 高度酒的酿造是中国酿酒业发展到高级阶段, 其蒸留酒技术发明后的产物, 关于蒸留酒的起源,目前众说其初,说起来话就成了, 留待日后慢慢解释, 且说红星二锅头酒的创始人赵存仁,赵存毅,赵存李三兄弟, 经营着一家酒房,名列原生号,赵氏三兄弟原本是山西人, 清汤西十九年公元1680年, 这三兄弟从山西来到北京, 也带来了清香型酒白酒的酿制技艺, 为了提高纯净之留酒的质量,进行了工艺改革, 一般来说,蒸完一蒸桶酒坯, 需要在煎锅里更换三次冷水,将三次冷明的酒混合后, 就是烧酒的成品,当时这种烧酒的品质很烈, 原生号的三兄弟在酿酒过程中发现, 每个锅次冷明出的酒液,在香气和口味上有明显的区别, 天锅里第一次放入冷水冷明出的酒称为酒头, 刺激性较大,第三次放入冷水冷明出的酒称为酒尾, 有三味,只有第二次换入冷水冷血流出的酒口味最柔和纯正,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尝试, 酿酒技师们就把酒头和酒尾提出来做其他处理, 只取第二锅凉水冷血流出的精华酒作为最后的成品, 这就是红星二锅头工艺的由来, 文官文香落叫,五官之位下马的铜像群雕塑, 文官文香落叫,五官之位下马的铜像群雕塑, 宿前门外原生号酒房的酿酒技师赵存仁,赵存义, 赵存李三兄弟为纯净烧酒质量, 发明了掐头,趣味,取中断的二锅头蒸馏工艺, 遂成为北京的家妙,一经问世,就受到京城世子的欢迎, 也惊动了新康熙皇帝,康熙玉比赐贬原生号, 并从此经过的京城文五百官们竞相折腰, 五官下马,文官落叫, 原生号逐渐发展成为京朝四大商号之一, 与王志和,铜仁堂, 丰竹斋,荣宝斋前身齐名, 现在前门大街红星原生号博物馆们面前, 设置了文官文香落叫, 五官之位下马的铜像群雕塑, 蛮有意思的, 去北京的朋友可以去前门大街看看这个博物馆, 民国时期北京街头的卖酒人解放之后, 红星酒厂, 曾为军馆企业新中国成立后, 换了人间, 1949年以后, 实行酒类专卖, 禁止私人经营, 北京合并了原生号, 龙泉, 永和城等12家酿酒作坊, 集中了酿酒技师与许多人才, 全面继承了二锅头传统酿酒工艺, 首批红星二锅头酒的产品, 在1949年9月投放市场, 成为军馨新中国诞生的谢礼酒, 建国初期, 为了能让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普通民众, 都能喝上纯正的二锅头酒, 国家对红星二锅头酒制定了惠民政策, 从此,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已让酒工艺命名的白酒, 60多年来, 红星二锅头始终与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融为一体, 1949年红星收编12家老酒房, 1950年代北京百货大楼内, 售卖二锅头酒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北京酿酒总厂, 就是现在红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, 那个时候, 酒厂可是属于军管企业, 有专门的守卫看护呢, 正宗的红星二锅头酿造技艺, 始终采用试图口传经兽的方式, 密不外宣, 由红星遗传的北京二锅头酿造技艺, 经过一代代人传承, 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 干略成后, 价格轻民, 受到消费者始终不变的青睐, 也成为大众好酒的代名词, 多年来, 红星二锅头始终保持着娇人的销量业绩, 并成为京城老字号产品的著名品牌, 经过红星原生号博物馆讲解员给我仔细的讲解, 使我有幸近距离了解二锅头酒的智取、采取、 饭胚、装粽、蒸馏、 铸藏等传统制作工艺, 也欣赏了原生号早期的储物柜、 酒楼、储梁桶等老物件, 深深感受到老北京酒文化的底蕴, 如今红星二锅头已经走出国门, 远消海外, 异国他乡的老外对红星二锅头情有独钟, 看完红星原生号博物馆, 我感到收获满满, 收获很大, 机场却碌碌, 与中午兄一起就近在原生号博物馆对面的 庆丰包子铺点了几个菜, 两个老兄弟磕上一瓶红星二锅头,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, 第二天清晨我就从京城返户了, 这次学到的关于红星二锅头酒文化的知识, 我想还是拿出来与大家分享, 红星二锅头酒瓶之一种, 2018年7月22日, 鱼户尚五角场您封轩, 鱼户尾巴尔恬十五角场您参加 밥多口数教授,